最后一次讨论了 我叫Spain 我在这里呢 我叫Chris de Spain 我是澳大利亚域名注册局的 我在今天下午呢 要来主持今天下午的会议 如果大家要是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可以做到前边的话 会更方便一些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了 一两分钟就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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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女士们先生们请往前坐 这样我们也能够更容易看到大家 好了 谢谢大家能参与这个讨论 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一块的 这个OpenMic这个会议就要开始了 这里呢是我们这个会场里面有数个话筒 大家可以走到话筒前面 畅所议员 这要是跟IGF有关的都可以说 如果说这还不满足的话 你们什么时候都可以说 不一定要跟IGF有关都可以说 好 谁想先发言 可以说任何今天这周会议上面的一些内容 你们某一个专期会议上的会议 可以谈IGF这个组织本身 给我们一些反馈 今天或者说这一周你们过得怎么样 你们这里的设施怎么样 组织工作怎么样 这个会场够不够大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自由开放的 什么都可以说 畅所欲言 女士们先生们 我看到有人举手了 那请您走到话筒前面 如果说大家要发言呢 可以自觉的在后面排队好不好 那先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好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我是香妈妈美莱斯 我是这个Global Voices Advocacy 这个全球声音唱权这样一个组织 本周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也是认识了很多人 跟许多志同道合的人 有了一些交流 不过令我感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呢 是有很多的公民社会的组织 我也是发现 其他很多人 他们声称是公民社会 但实际上可能还是代表一些个别的利益 或者是由政府来支持赞助的 我知道 比如说我 因为我知道摩洛哥的 其实一些这个公民社会 他们是没有这个资源 没有这个钱 一直让他们飞到巴厘岛来 但是他们是可以发电子邮件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我想问一下 因为你说所谓的公民社会 那你是不是可以界定一下 您觉得的公民社会的这个定义 关键就是看他们的钱从哪来吧 我觉得 他们的资源从哪里来 把人拍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对不对 要花很多钱吧 所以说 我因为是这个摩洛哥人 我知道摩洛哥现在发生了很多事 那么我也看到一些这个 应该有一些人 我不知道 有没有摩洛哥代表团 有没有这样的人 他们可能现在去海滩玩了吧 但不管怎么样 摩洛哥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能不能有两分钟 我来读一下 其中一个公民社会的 摩洛哥的公民社会 叫做南范Kij 我的名字M-A-M-F-I-N 他的拼写是这样的 他们的一个声明 K-I-N-C-H 这个组织名字是这样拼的 9月17号 一个记者阿里安诺萨 以及这个lacom.com 这个网站的阿拉伯语编辑 那么这个记者呢 他也是在摩洛哥很知名的 他是被捕了 因为他有一个文章里 有一篇链接 链接到一个西班牙的这个网站 然后这个网站里也是 提到了一个视频 也是链到一个 跟基地组织有关的这个视频 他就是在未经起诉的情况下 就被拘留了一周 然后被起诉 说他有协助这个 恐怖分子 现在他被关在卡萨布兰卡 跟这个恐怖分子 被定罪的恐怖分子 关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这里也是 引发了一场这个国内 国际的前所未有的 一个支持的活动 现在他的这个网站 以及他好几个这个镜像网站 都已经被封掉了 然后 他的现在的网站呢 还有他的支持的这个人呢 都是收到了很多的骚扰 包括被逮捕 实际上 最近呢 摩洛哥 对他的公民来说 也是在做了很多的工作 普及互联网 减少这个网络的这个审查等等 我们2月20号的运动 也就是我们这个阿拉伯 是存在我们国家的一个 展示的运动呢 也是很多是通过这个在线 进行的 而且呢 这个最近也是因为有一些 这个恋童癖的这个 被定罪的情况 也是使得这个 我们也是迫使这个 我们的皇室呢 也是不得不撤销了 他原先一些这个大赦的情况 所以说 但是有了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是希望呼吁 这个摩洛哥 应该释放这个记者 然后呢 撤销任何的相关的 网络审查的机制 谢谢 我是Shady Abuzara 我也是 受这个 无障碍 这个获取英特王组织 动态联盟组织 来这里 来讲几句 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一下 因为这也是 契机会指 就无障碍方面 做的最好的一些IGF 我们要感谢东道国 所做的一些组织安排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我知道 我知道今年可能时间比较紧 那么他们做了这么多工作 还有IGF的秘书处 也是做了巨大的努力 所以说我们也是看到 这个IGF论坛本身呢 在这个为这个 无障碍这个方面呢 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也有些问题 特别是这个网络连接 和这个远程参与 不过还好 这个带宽 还是不错的 但是还是有些技术上的问题 在我们的报告里面 我们也会这个放进 把这些内容放进去 为未来的IGF呢 提供一些这个 指导的方针 那除此之外呢 我要感谢东大国的组织 谢谢 非常高兴呢 看到这样好的这个反馈 接下来 女士 您可以发言了 来自中国的刘多 那接下来我会用中文发言 请用您的话筒 Thank you 我是来自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 刘多 首先我代表中国代表团 再次感谢 本届IGF会议 东道主 印度尼西亚政府的周到安排 感谢联合国IGF秘书处的 精心组织工作 关于本次会议 我想谈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点是 在本次会议上 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互联网管理机制 已经成为共方共识 政府 国际组织 社会团体 私营部门 一方都不可缺少 但是各方的责任要明确 目的必须是为了公众的利益 为了世界各国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 而不能仅仅是为了一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团体的利益 第二点是 各方已经认识到改变当前的互联网机制的必要性 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互联网大国门监控事件 表面来看是一个国家滥用了其在互联网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权利 其后的实质是当前的互联网管理机制存在着重大的欠缺 正如巴西代表所说 现在我们要寻找一个新的方向 落实信息社会世界峰会确立的多边民主透明的管理原则 第三点是 确立互联网治理原则共识是大势所趋 我们支持人权言论自由 这是全球普遍的共识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 发展多边等原则 对全球互联网的发展也非常重要 我们欢迎巴西倡议将于2014年4月召开的互联网大会 相信这次大会 首先 我想感谢会议的组织方 还有秘书处对这个会议的组织 这个会议进展的非常顺利 那么所有的安全措施非常好 而且实物也非常的好 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感激的 当然也有一些 不是特别满意的地方 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要祝贺组织方 对这次会议的组织 另外呢 就是我们在每一个讨论的这一段 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这种形式的问题 我们一般来说呢 都是40或者45分钟 但是呢 我们每一次呢 好像都是有很多的 这个要发言的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呢 其实都是会非常的激动 所以呢 这样的对于这个组织来说呢 我觉得我们的这种组织的这个方式呢 还是应该把它继续进行这个下去 我想告诉你的 那是就在我们这个会议室的外边呢 其实有很多人也在推特上边 在不断的这个表达 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会议的这些感受 他们也是非常的激动 所以非常感谢 我想还有其他要发言的人 一会儿呢 我们好像还有一个闭幕式吧 这一节呢 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公开讨论的 这个阶段 所以大家可以常所预言 我也不会在这个上边呢 浪费太多的时间 我不知道大家 对于我们今天上午 或者昨天讨论的事情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话要说 好像有人站起来 好像要出去了 还是要走到前边来吧 我们要在这里呢 可能有些这个发言 有些这个发言呢 我们要这个针对他的发言进行发言 那个人好像也不在 我是不是可以 允许大家再继续发言呢 我是来自这个香港 我这是我第一次参加IGF的这个会议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是 在这个星期当中 我们看到了很大的活力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会议 回顾这个会议 我想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看一下 这个会议的组织的形式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发言呢 应该是把它 缩减到最小 但是最短呢 但是呢 就是一两分钟的 也是太短了 我们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专家 有非常多 如果我们想要进行一个对话的话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制 这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在这有这么多的这些专家 所以呢 我觉得应该 每个人呢 那么在这个进来之前呢 每一位发言的人在进来的时候呢 就应该把自己的这些东西看过一下 这样的话呢 就比较容易讨论 谢谢 对 我们 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说 就是每一年都在强调 就是不要说的这个讲话 不要说的太长太长 但是每一年依然还是有人说的特别长 我也非常同意你的说法 我是来自Caucas 我想在这里 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公民社会 有很多人他在听到公民社会的时候 那么他想到的应该他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是创造一个新的这个机制里边有各种的多方的利益相关者 同时还应该包括其他的人 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我觉得没有任何一方应该否定能够这个剥夺他参加的这些权利 所有的人都应该有权利说出他们心里想说的话 但是呢 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叫做这个公民社会或者公民社会的一员 所以 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强调公民社会的话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做法 好 非常感谢 我实际上是对我们在座的各位呢 非常的感兴趣 我也想知道一下我们究竟应该来定义公民社会 我不知道在座的大家各位是不是都觉得公民社会的定义是合适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发言 我叫Lekvadia 我代表阿根廷 我觉得这个会议开得非常好 那么这个地方也选得非常好 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秘书处所做的接触的工作 也非常感谢他们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也感谢所有的这些主持人和这些发言人 同时也感谢所有的这些参加了组织这个大会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对不起 我现在好像还是有点时差 这个时候很厉害 我们现在 那么组织了一个六年的这个项目 这个呢是第一次是在特雷尼达和多巴哥 那么来庆祝我们的这个六年的这个工作 大家在如果在这个网上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 我们这个项目呢 大家非常欢迎来自拉丁美洲和南美洲的这些 需要继续这个提高的这些人来参加 我也非常欢迎这个加勒比地区的人也能参加 非常感谢 欧格你在走之前我想问个问题 我只是觉得非常好奇 也也想问一个在座的各位政府的代表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政府的代表要到这样一个IGF这个会议上来 那么到这个会议上边有什么样的价值 我想说我觉得那我其实不仅仅是代表一个政府 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大学老师 我是代表的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多方当中的一方 我也是国家工程中心的主任 那同时呢我主要呢领导的是工程和妇女这个委员会 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本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代表这个政府的 我觉得到这里来 其实主要是为了能够使得利益的相关的各方呢都能够平等的站在一起 这个已经是第八届的AGF了 我在2005年的时候曾经在突尼斯代表我们国家参加过这个会议 我觉得政府来这里参加AGF的会议 首先表明他们是愿意来的 他们也希望能够知道这种沟通的新的模式究竟是什么 但是实际上这种利益相关者多方合作早就已经发生了 如果大家看一下这个不同国家的这个情况的像ISP啊等等呢 其实呢都是有各国都有自己各国合罪的内容 大多数的这种项目其实都是多方利益相关者所参加的 有的是这个政府间的 有的是政府之间的 这个技术部门的 然后呢再还有一些这个学界的这些合作 这些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是在进行的了 那么技术使它成为了进一步的可能 政府到这里来主要是为了能够分享相互的经验 同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进来 能够最后在这个会议上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成果 你抓着那个可能就好了 我来自摩洛哥 我代表18个国家的20个不同的这个公民社会组织来做这个发言 我们在这里呢非常愿意跟其他的所有的公民社会的这个 所有的其他的多利益相关者的多方代表来参加这个会议 也希望能够跟政府公民和全世界的这个公民社会呢 一起来这个讨论这方面的这个会议 我也在这里希望敦促所有的利益相关这个各方的都能够继续遵循 公开透明包容的这种原则 如果没有IGF的话 我们就没有现在的这个公民社会所有的这些价值 那么政府以及技术部门以及政府的这个部门呢 在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这合作当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也希望在这个网络治理的这个过程当中的合作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同时呢要必须要能够进一步的采取多利益相关方合作的这种方式 以便能够保证连这个互联网呢是平等的是开放的 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些这个公民社会这些组织认为 首先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些服务 所有的这些规定 规定已经所有的这些使用者之间的这个协定呢 都必须要能够遵守这个国家的这些国家之间的这些协定和国际的协定 要能够尊重人权 同时呢也要遵循人权宣言的25条和人权宣言的第19条 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呢 都必须要能够遵循28条人权委员会的这些决议 那么同时必须要能够强调 所有的人在网上在网下的这些 所有的这些权利在网上也应该得到保障 尤其是一种言论的自由 那么这决定了我们的英特网在未来 怎么样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起重要的作用 我们要能在政府呢在进行监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能够保持这种公正的方法 而不能够是把它作为一个这个简单的这种方式 第三就是我们在进行网络的治理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能够保证各个层次的讨论 包括地区的 包括国家的 包括国际的 而且必须要能够保持它的公开透明包容的原则 应该在任何的情况下呢都能够得到捍卫 这样的才能够保证呢 我们的利益多方这个参与的这样一个机制 能够得到保证 同时呢也保证能够是在各个国家和在全球的程度上的 这层次上的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这个执行 我们在进行这个过程当中呢 各个机构同时包括这个国家的政府 都不能只说不做 他们必须要能够做出真正的努力 来真正的使得这个多方利益合作 过程当中各方都是平等的 那么第四个我要强调的就是 一个问责制和透明度的问题 这一点呢应该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有的利益相关的各方都应该遵守的 那么在给用户提供服务的过程当中呢 必须要能够保证 那么他们是负责任的 对于政府来说那要保证他制定的政策呢 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 这样才能够保证他们在监管的这个公正性和监管的这个合法性 那么我们至于关于内容的这个监督 以及关于在网络上的其他的这些监控的话 我们所有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呢 必须要能够独立的做出自己的这个工作 同时呢要对这些监管的进行公共的公开的这样的辩论 那么至于说 有一些这个 这个国家呢 他们的一些这个监管的做法呢 实际上是违背了人权的 这个这个这些做法在 有一些国家呢 他们有一些这方面的这些 和这些行动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互联网呢 可能会形成更大的危险 我们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出的努力 他们的努力呢 使得全球的IGF的这个会议呢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尽管在夏天的巴黎非常热 但是呢 不管怎么说 我们的公民社会和所有的这个 积极的分子 那么都积极的参加了这个会议 但是呢 我们有这个三个同事 却没有能够来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这个签证的问题 他们到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时间太晚了 所以呢最后他们的这个签证呢 就是被拒了 所以呢我希望呢在以后 在做IGF的这个会议的时候 能够避免这些事情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给我们创造出来 更好的这个合作的机会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Mers Murphy 是你要发言吗 是我叫 我是芬兰的外交部的 我想说的 就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IGF要到IGF这个会上来 但是呢 首先我要说的是 我们要了解呢 通过这样的这个会议呢 我们究竟要用这么少的 稀有的这个稀少的资源呢 我们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那么首先呢 我为什么要来参加IGF这个会 因为我对于讨论这样的问题 非常感兴趣 在网络治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多利益相关者的这种模式 怎么样可以得到继续的发展 第二个我感到非常有兴趣的 就是 网络应该怎么样 把它进行进一步的规范 尤其是for 尤其呢是对发展中国家 或者说是最不发达国家 我觉得呢 这个是在很多的会议上 都非常重要的一个 重要的话题 第三遍呢 我感兴趣的呢 就是人权的问题 这个呢 实际上是进行了很多讨论的问题 在今年的IGF上呢 进行了讨论 怎么样来维护人权 怎么样来维护人的这种言论自由 IGF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在全球能够 就英特网进行讨论的一个机会了 在今年 那么 由于巴西政府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 所以我们的讨论呢 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条例的 我们也期望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的跟进 那么下一点呢 就是关于IGF的资金 它的运行的问题 IGF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呢 那么它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这种协调 现在呢在这方面呢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有两个基金已经建立起来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接受一些小额的捐赠 我希望利益相关者的各方 那么都能够有一些这些捐助 那么能够使得IGF的运作更加稳定 以能够确保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来在以后呢 就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 是您吗 您先发言吧 然后再到您这边 我是马希尔赫曼 我代表着Shiko.com 这是一个教育平台 今年呢 我们也是得到了ISF的2013的奖项 IGF呢 是一个全球性的平台 我们在这里期望解决的是很多挑战 我想强调其中的一个挑战呢 就是我们很多互联网上的内容都是英语的 那怎么样去满足本地人民 在本地内容方面的需求呢 Shiko.com 我们是用这个本地的语言 来包括为一些像盲人啊 偏远地区的人民啊 穷人啊 可能甚至都走不出家门的 或者说没有办法获取信息的 外去外出去获取教育 不能到城市里获取教育的人 替他们提供内容 IGF呢 做的工作非常的好 但是呢 我觉得 还需要更多的考虑 这个本地人民 本地的一些挑战 通过IGF的努力呢 我们在农村地区 确实有了很好的这个网络的连接 但是对于那些还没有接入的人 怎么办 如果没有好的内容 没有足够的资源 用本地的这些语言的资源的话 那也是不行 因为这些本地人 他们不懂英语 他们不知道这个Facebook 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IGF 可能这方面还要 除了其他问题 也要强调这个本地语言 这些的需求 包括印尼一样 我们知道 很多人他们也是不会说这个英语的 那他们 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 这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希望 那个共同努力去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谢谢您的发言 是我 大家好 我是Jackson 我来自瓦努阿图 一个太平洋上的岛国 我感谢本次IGF的组织方 这是我本人第一次参与IGF 我非常高兴 能够参与本周的一些讨论 我来自一个政府政策 和开发方面的一些工作的组织 那我们谈到多方利益相关方面 我们讲到这个发展中国家 确实对于政府方面 在这个服务的获取 在这个基础设施方面 确实有很大的依赖 我们当然也在和这个公民社会 有很多的这个交流 或者说争论 也是当然这方面的定义 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但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个政府的责任呢 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服务 能够这个触及我们的公民 而且要考虑到许多不同的问题 包括全球变暖 这个基础设施的发展 教育等等 所以说政府呢 在这个多方利益相关的模式下面 确实要起到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 确保我们的公民呢 也能够对这个政策制定的流程 做出贡献 我们发现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模式当中 比较有用的做法呢 就是在决策当中 让大家都充分地参与 并且都能够起到各自的作用 前面有个问题说 为什么政府要来参加IGF 对我个人来说 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呢 我觉得政府应该在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 模式下呢 起到一个领导的作用 保护我们的公民 当然它是要跟公民社会 进行持续的对话 所以我们的职责 总的来说呢 就是说制定政策 鼓励投资 促进互联网和这个 通信技术的发展 并且呢 要在一个透明负责的姿态去做 最后呢 我还想说 要达成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 我们必须继续跟 向这个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一起合作 我们必须需要能力建设和相关的支持 我们也要 携手起来在一些岛屿小国去做好这些项目 谢谢 谢谢Jackson 我们再介绍一下 有人可能刚进房间 我们这是一个自由讨论的环节 我们也是在讨论许多不同的问题 从这个会议的本身的形式的安排 我们也听到过一些的这个声明 有一些问题 也有了一些解答 所以大家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提出来 可以向我们IGF提出来 下面是你吗 Robert Robert 我还是来自这个公民社会组织 我也想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是公民社会 我想引用一个文件 当中其实是说得非常好 而且界定的非常的清楚 它是欧洲理事会的这个公民参与的这个原则 这是09年制定的一篇文件 它里面也说到 他谈到了NGO非政府组织 并且它的定义呢 是说它这一种组织或者公民社会的组织 它包括志愿者集体非盈利性的组织 协会基金会慈善组织 以及这个相关的社区以及畅权的组织 这个NGO非政府组织主要的工作呢 是支持人权社会正义民主以及法治 在这些领域 这些非政府组织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所以大家如果想找到全部的这个文字内容 可以联系我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Nobel 说得很好 当然他只是界定了这个非政府组织 还是说 不用急 这个再说吧 不然的话我们就是所有的时间都只能谈到这个问题了 我是来自斐济 我是代表我自己发言 我想说呢 关于这个IGF的一个最核心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 也是我全年最重要的愿望呢 就是有效的 有意义的参与 我们会上也讨论了很多问题 本周是做了很多的讨论 所以更重要的呢 就是怎样 增加这个国家的各个国家的参与 因为我们有193个国家 至少19个国家是来自于一些发展中的区域 至少90个是来自于发展中的区域 他们很多都没有来 所以说呢 其实 对话 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想说呢 多边主义 并不能够 并不是促进这个合作的最好的办法 因为比如说 你如果说要立法来确定孩子在怎么听话 那他们只会更加的反叛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呢 是通过一个社区的方式来做 我们其实也有至少十年的 一些非常做得非常好的 加强参与的做法 但更重要的 同样重要的是加强这个问责质和透明度 特别是一些在严重的 就是有严重争议的问题 大家可能不愿意去对话 这个地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谢谢Sala 好 几位男士 我是BandaDongo 我来自肯尼亚 这是我第一届参加IGF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IGF 因为当时呢 我们也是得了一个奖 所以说才能够来这里 不然我也是来不了的 这是这个非洲互联网注册中心 他们颁的一个奖 所以我也非常的感谢 有这样的机会 确实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看到IGF 确实是让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了 很多 哪怕是在很边缘的人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 公司做的呢 就是跟客户去怎么样去接触 去交流 我们用短信啊 用互联网 把一切都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很多发展中国家 其实很多人呢 他们使用互联网 还是通过短信的方式 所以说 我觉得能够像这样的活动 能够让大家这么多人在一起 都有这个代表 其实很了不起的 那我也碰到过其他一些获奖的人 他们其实都是工作在 都是在很边缘的人 我们就不是就不能称为是主流互联网的行业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体验 另外 就是我们谈到怎么样吸引新的利益 向官方的参与 我们应该考虑 让他们也是知道怎么样去参与这样的讨论 让他们也能有更多的贡献 让他们能够从中获益 这是一个建议 除此之外 这是我来说是拓宽眼界的一个非常好的会议 非常感谢能有这样的机会 也要感谢我们这个AfriNIC还有IGF 谢谢苏德 我是Led 我是Diploc基金会 我想传达三个信息 两个是来自于一个研讨会 一个是我个人的说的一个话 第一个是关于能力方面 因为我们今天也有一个能力建设方面的研讨会 总的来说呢 大家有个感受 在整个IGF 特别是大会以及高级别会议上面 看到有很多政府和私营部门 以及其他部门的代表 一直在平凡的使用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 这个词 但是我们的感觉是 这好像只是变成口号了 这个大家只是空喊口号 却没有实际行动 我们想强调的是 能力建设 远远超过培训 或者让大家来参与IGF这样的会议 当然这些都有意义 但是这样还不够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程 包括机制性的培训 在线培训 辅导 这个培训师的培训 评估这个进修机会 还有让新的参与者 能够融入到这个流程当中的过程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 需要很多的根本性的支持 特别是对那些做能力建设的这些机构 包括资金上的支持 这才能把这些工作 为了IGF持续下去 那么这个可能特别需要政府和私营部门 在能力支持方面的支持 而不仅仅是流于空话 第二个是关于这个电子网络参与的这个研讨会 我们也谈了这方面的一些限制 或者说挑战 关于这个远程参与方面的限制 首先我也要感谢IGF秘书长 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真的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让这个网络上参与成为现实 但是呢 我们还是觉得需要整个IGF 所有联系官方的权力支持 应该把这个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流程 不仅仅只是一个IGF提供的一种服务 这个让大家整个的各方参与到 融入到这个流程上是非常重要 是必须的 而且我们谈到的不仅仅是这个在线参与 还包括社交媒体的使用 最近呢 今天早上可能有个数据 关于这个推特上的这个推文的 数量说有25000人 发推文说了IGF2013 用这个作为主题 这是在这几天转发 以及发布的这个推文 大概也获得了1000万不同的各种类型的粉丝 总加起来1000万粉丝 所以说IGF真的需要更好的利用社会社交媒体的力量 以及远程参与的作用 最后呢 我也想代表我的同事说一句话 除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之外 大家其实都谈到用户 用户用户用户 就强调这么一句话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些词语能力建设 确实是有的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那些不熟悉的人来说 而且谢谢您给我们这些数字 听得让人很高兴 好 那边还有一位穿蓝衬衫的 还有咱或是穿白衬衫的现场吗 好 我是 拿去 我是代表这个个人发言吧 我就想说几句 就是我在过去几天 听到看到的说几句 首先呢 我也干到很高兴 我们这个形式挺好的 这种圆桌啊 也不仅仅是那种 以前很严肃的那种形式 第二个呢 就是我在到过IHF的多年 几年来 我看到最有意思的研讨会呢 就是 就是那些主持人 真正的能够跟这个嘉宾啊 非常好的进行互动 有些非常具体的问题 在会场里面走来走去 然后有非常好的互动 问问题 这样能够得到一些很好的结果 所以说 比如说我们早上啊 这个会有40个问题 然后回答了一半 一半没回答 也许是一种选择 然后有一些主题 我们也是听到 有一些组织 或者说公司 他们没有参与 因为有些人根本就 不知道有IHF这个会议 所以是不是呢 在接下来几个月 可以讨论一下 接下来明年 有谁想来的 可以去通知他们 那比如说有些软件的 这个销售公司 还有一些这个 开发商 那么 那 我们谈到了 其实 谈到了这个他们的参与 但是呢 好像在会议室里 对这个问题 没有太大的回应 另外呢 IGF呢 应该创造这个 更多的机会 让他们来和他们进行 讨论 我觉得还有一个 重要的 对于IGF 也应该来做的 那就是IP6 那么在过去的 这开会的时候 对于IP6呢 我们做了很多的 这个讨论 我们现在做IP6呢 我们好像还没有 这个做 这主要是因为呢 在有一些这个 呼叫中心当中 他们的负责人说 那么我们那个 没有用这个 没有用IP6 所以呢 在这个 这个情况下呢 我觉得 我们在讨论 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找到这个 真正管这个事情的人呢 我们应该找到 这个更高层的人 然后呢 问他们呢 就是为什么 你们不用IP6 而要用这个IP4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更好地了解 他们的这个想法 是什么 这样呢 才能够提供 这个更多的 这个服务 比如说呢 我们不是说 光是跟这个 公务员们的 讨论一下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 我能想到的 我们应该 可以做的 一些事情 那么有的时候 如果你跟他 谈的这些事的人 他根本不懂的话 是不可能 带来什么变化的 另外呢 就是我们 在这个IGF的会议当中呢 大家真的是工作 做的都非常的出色 让我们也知道呢 我们以后应该进行 怎么样的这个互动 最后一点呢 也是我想要表扬的一点吧 明天我就会 离开IGF了 那么在这个 我离开的这个时候呢 就是有很多的 这个关于 这个网络 这个当中的 这个讨论的 都会给我留下 很多的这个信 很印象 那么里面有很多的 这些数据的 这个安全性啊 等等的问题 我不在这 不管怎么说 我是非常感谢 巴黎的 巴黎也非常感谢 印度尼西亚的政府 因为在这里召开的 这个会议 让我们更好 更多的感觉到了 友好 好 我就想问一下 你刚才 你刚才是不是说到 IGF的网站 有点问题 是说 意思是说 它是被 这个黑客攻击了 我 不管怎么说吧 我想 那么我在 这个 我的那个推特 推特里边呢 好像发现了 就是有一个 这个律师的 这个朋友 他发的这个 推特里边呢 他就问了 就是 问到 我的这个生日是多少 然后 那么我的这个情况 是怎么样 这个 我们会把你说的 这个记下来 现在 我们想再来 看前边的 回应一下前边的 这个先生 他提到了 IP6的问题 我是Mark 我们在很长时间里 那一直 那在IGF这里边的 会议非常的多 每次的这个会议的组织方 那么他们的网络和他们的 无线网络呢 给我们提供的呢 有 有 有 IP4 也有 IP6 我们现在这里所用的 所有的这些设施呢 其实都是 IP6 那么在这里呢 其实 做的也是这个非常好的 用起来是非常成功的 但是 那么在这里的我们的整个的 这个流量呢 大概是这个20%到60%左右 那么大多数的人呢 用的呢 在这里都是用的平板电脑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用的这个手 这个移动的这个电话 那么在这个会议 这个中心当中呢 大家用起来呢 还是都是比较好的 另外 那么 所有的这些 那么都是 由当地的这个技术公司来做的 所有的做的呢 其实都是标准的这些软件 而且呢 都是和当地的技术公司呢 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接的 那么在这个会议室 这个当中呢 我们所用的呢 其实都是IP6 所以呢 大家在回去之后呢 也可以告诉当地的大学 或者当地的服务商 和当地的这个政府 要告诉他们 现在呢 依然还是有IP6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IP6呢 应该是到2030年的时候 应该是让大家都能够用上 那么最后 我还要在最后呢 感谢一下我们这次呢 所提供的这个茶和咖啡 非常好 谢谢各位 非常感谢 我叫Mina 我是代表我自己 我想就说四点 就四句话吧 第一 就是我们录像的质量 尤其是开幕式的这个录像的质量 不是特别好 我们用起来不能够 从这个媒体的角度来说 不是特别好用 第二 就是 我想跟 组织者说 我们组织IGF的会目的 应该是能够 让更多的人参加 我们 我们现在呢 也应该有更多的通过网络参加的 那么这次呢 我们好像这个在往外 在这个会议室外参加的会议的人 也很多 第三 我作为会议的参加者 我觉得 今年的好像电子参与的水平 还不是特别高 当然 这并不是 因为我们在技术上和平台上做的不好 而是因为 因为有这个时差的问题 在印度尼西亚的巴黎 和大多数的国家 像美国呀 非洲啊 欧洲呀 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时差 所以 在 今年我们开会的时候 好像在网上参与的人 没有在实际参与的人多 那最后 一句话 也是关于 网上参与的 在 巴库 在内罗币 我都 记得 我们都有一个社会媒体的团队 社交媒体的团队是非常高效的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在网上进行很多的讨论 但是在这次呢 好像稍微有点失望 有的在用推特 但是呢 在这里我都用推特 我不能用法语 所以 我希望我们下一次开会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多语言的社交媒体的团队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参加 这样 我们就可以从远程的这些听众讨论当中 得到一些更有意义的这些意见 我们 讲不同的语言 看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样 人们在 推特的时候呢 好像参加IGF 谈到IGF的并不那么多 所以呢 我们要让人们能够在推特的时候呢 能够更多的关注IGF 我希望在明年在开会的时候呢 我希望这一点能够有所改进 我也希望我们那么以后为了 我自己也愿意为这个做出贡献 我也希望呢 我们的这些粉丝 网上的粉丝呢 也可以增加 谢谢 非常好 Masiu 我只是想说 每个人都做得非常出色 那么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步骤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呢 我还是特别想感谢秘书处 那Chinget 你是不是站起来 很明显 秘书处做得非常好 我非常感谢Max所做的一切 因为这个事情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 我觉得我要把这件事情 把它这个解释的最好的话呢 就是说我提出了我们要做五六个这个不同的小的研讨会 现在呢看到呢 我这一届研讨会呢 其实开始都是非常的成功的 当然Max呢也做了一些其他的这些工作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要开始为明年的来工作呢 来进行决定 来进行规划 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讨论 我们也希望在明年的时候可以 秘书处可以做得更好 非常感谢 Zini 请大家在那边出去啊 我叫Izmi 我来自东京的公民社会 我也是一个多力与相关者小组的顾问 RGF的秘书处做得非常好 我也想感谢在巴黎的这个团队 他们把所有的人都照顾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有非常好的环境 也可以呢集中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想强调的呢 是如何通过英特网的这个能量来面对一些自然的灾害 在印度尼西亚 在2004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讨论过怎么样通过先进的技术来面对自然灾害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呢 是去年在巴库的时候呢 我们谈到这个问题 今年呢我们有很多的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那么有很多参会的人呢 是印度尼西亚人 还有些呢是这个其他的这个国家来参加这些会的人 我想告诉所有参加会的人 你们的给我们所提出的建议会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可以让IGF的会议的质量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我看到有些进展 也还有些新的活动 新的行动 我们正在进行讨论 有的讨论的人 有的是初次见面 有的是已经见过多次了 我的一个朋友是昨天晚上离开的 我和他一起曾经讨论了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个像夏令营 比如说像明年的六月 在香港举行一个夏令营 让这些年轻人呢 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另外除此之外 除了我们问政府为什么到这里来之外 我还想问一下 有些政府你们为什么没有来 我从我的朋友那儿呢 我从我的朋友那儿呢 也听到过 那么有一些 这个国家的政府呢 那么他们没有来参加 或者说呢IGF呢 还不是一个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间的这样一个论坛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鼓励政府来参加 还包括这个私营部门公民社会 那让他们能够更多的这个出现 那么在有些这个地区呢 来参加会议的政府不是特别多 我觉得很遗憾 我觉得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 谢谢 谢谢 同意您的说法 我们这个多利益全官方的顾问小组呢 确实是想鼓励那些以前没参加过的 能够尽可能的这个来分享 来唱所议员 Olivia 谢谢 Olivia 我有一个几个几句个人想说的话 首先呢 这些的IGF我过得非常的愉快 我们的对话的成熟度呢 也是在过去几年有了很好的一个提高 所以说呢 我们也是越来越深入的开始探讨一些问题 有些的这个讨论呢 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近有答案了 有结论了 这是好事 此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参与度也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尽管如此 还是有几个问题 我想提一下 特别是关于某些这个谈论的这个理论性 关于这些原则啊 这个能力建设啊 多方利益全官长者啊 这些原则 就像我的朋友 基金会的人说的 基金能力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不要谈能力建设的原则了 这个谈的够多了 关键是说怎么样去执行 那这需要钱 资金 而资金是我们这里最大的问题 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做能力建设 没有足够的钱让大家都能到这样的地方来面对面的交流问题 远程参与是好事 但是如果说能够跟你有一些相同的类似的人 能够坐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聊一聊 这个是远程参与不能给你的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有资金来自各个不同的组织机构 特别是私营部门 我是请求大家 这里有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百万的公司 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论坛 而我们这里的许多的讨论 其实可能会影响到整个互联网和互联网的商业模式 所以说现在还有很少的公司 或者组织来做赞助的工作 赞助人来这样的论坛 那我是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资金的提供方 实际上有些志愿来这里参加的人 他们是有时候花很多人 那么这里后面做了一个shunday 他花三天时间才能到这里 他走过来的 不是啊 他在这个机场一个个转过来 又延误 但是确实是很了不起 我们很多人都是想非常积极的主动的想来这里 但也还有很多人想来 但是没有这样的资金来 所以这也是非常可惜的 我觉得一个问题包括媒体的报道 我们这里主流媒体没有足够的报道 我看了bbc的网站技术的这个网页上面 谈到了推特的这个上市 亚马逊啊 等等 还有其他的等等的问题 但没有提到过我们这个爱情论坛 对 他谈了新的GTLD 这个还有一些域名啊 等等这个提到了 但是 从外面的人来说 他们很少能获得信息 你不能怪公司说 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论坛 因为他们主流媒体根本看不到 所以说我想说的就这几点 那我也希望 最后一天媒体也能听得到 那么也能够通过他们去触及更多的人 因为这个确实是会影响到许多人的 最终会影响到许许多的人 谢谢阿利贝 估计我们需要一个IGF的这个媒体办公室 所以主流媒体必须要让他们有一些这个关注 那么也有东西能吸引他们的关注 好 我们是亚太区的这个互联网信息中心 那我们也看到这是亚洲举办的第二次IGF 特别是在东亚举办的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看到 有这么多人参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 他可能不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届IGF 但至少绝对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本地的一些 我们多利益相关组成的组委会 我觉得需要我们 衷心的感谢他们 确实是用多方利益相关方的 这个工作方式来组织了所有的筹备工作 除了一些小问题以外 整体来说这个组织工作性的相当出色 我们也非常高兴在亚洲区 我们也能够组织这样的规模的会议 我们也是希望呢 有了这个会议 我们以后能够继续的保持这个亚洲 在IGF这个平台上的参与 那么我相信 我们这方面一定会积极的去做 而且呢 因为我们之前还开过区域的 亚太区的IGF会议 也是相当的成功 这个从参与的规模来看 内容来看 也是多利益相关方的 有韩国的这个互联网联盟 也是做了很好的工作 还有呢 我要说的是 最近在韩国的会议上面呢 我们也是宣布了 下一届亚太区的IGF会议 会在印度的 这个海德里巴的这个举行 2014年 大概是在2014年的8月举行 所以呢 我也是希望看到 我们明年很多的朋友来自亚太区 能在海德里巴的这个共聚一堂 此外呢 关于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 多利益有关方的这个指导委员会 这你可以在这个 我们的这个区域 IGF的网站上面 看到IGF.Asia 我们也是对任何人 都是持开放的一个态度 如果大家想这个 做参与我们的筹备工作 我们欢迎 谢谢Paul 好 下一位 对 刚才日本的发言人也说到过 应该鼓励那个第一次参加IGF的人的发言 其实我来这里也是因为Paul 也是因为我们在新加坡的这个会议上谈到的问题 我觉得呢 一开始我也是一个IGF直怀疑态度的人吧 那么他也告诉我 你必须要真正的理解这个会议是什么呢 你必须本人亲自来 而且你可以去尝试去组织一些这个研讨会 所以说在Paul啊等等他们的指导下面 我也是组织了关于一个具体的问题 在这个AP的这个对亚太的IGF会议上组织了研讨会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 一些这个贸易组织 怎么样贸易组织能够对我们的工作有兴趣 如果说你的工作不重要的话 他们也不会有兴趣 那么现在我可以说 我不再这个持怀疑态度了 因为我看到这里确实很特别的一个场合 我做了组织的工作 我看到我们有一种归属感 这个归属感其实是 其实很多年以来逐渐形成的 因为形成了一种信任的关系 所以我看到了这个 一开始有人呼吁说 更多的商业的这个企业的参与 关键的是在于 我们这个系统有很好的一个灵活性 可能没有人预想到 我们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系统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这样的灵活性 而且大家也没有能够预料到 我们能做得这么好 所以说我们首先从组织角度来说 这个组织本身运营的非常好 但是真正的价值在于 不仅仅是说这个会议有非常好的一些人 会上有很好的发言 更关键的是提高了大家的这个信任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面 这本身就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因为可以说 没有其他一个平台 真正的能够做到这一点 能够真正的体现出这个多利异象刚发的做法 以及多利异象刚发的原则 这个这样形成的一个群体 一个社区可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谢谢 谢谢我百分之一百的同意您的说法 我不知道是去年还是前年 我们有一些这个政府来到这个 而且他们是有一个建议一个具体的一些模式 然后当时我们也在台上整个全会上讨论这些模式 然后他这个模式被一一的解析的很清楚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其实也看到有人上坐坐在这里 来谈这些问题 当然有些东西放出来说出来了可能会被批判 你也不一定感到很会让你完全觉得很舒服 但是这个是很重要的 有这样的分享的平台 这个是真正有价值的 为什么 对了 我想说为什么这个价值这么重要 这个信任感这么重要 因为这是个很多是新的领域 我们都会犯错误 比如说大规模的监控事件 绝对是错误的 但是如果有了这个信任 我们可以建立起 我们说到这个宽恕 也就是说 对 我们都会犯错误 但是我们把这个错误改正了 这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朋友都会犯错误 但是关键能让我们往前走的 是因为对未来持一个积极的态度 而且呢 我们这个背后的一个信任的关系 所以这里建立起的这种信任关系 是非常重要 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要感谢你们做出的这个成绩 好 那边是谁我看不见 谢谢 谢谢主席先生 我是Mary 我来自尼尔利亚 这不是我第一次IGF 但是呢 我在这里的一些 整个一周的这个经历是非常的好 非常的有意义 IGF呢 给了我一个机会 遇到许多伟大的人 伟大的想法 那么也交了很多朋友 他给我机会呢 与很多人去交流 去分享 分享知识 也取得了很多很好的一些成果 但是呢 我还是有一些担忧 就是说 在这个会议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说这个主题是建设桥梁 加强多边利益相关的合作 促进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所以我们关键是增长和可持续发展 我来自的这个非洲大陆 或者说这个环境呢 这个可得性 经济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呢 仍然是在互联网这个领域里 仍然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对 我们是在谈远程的参与 所以这个你能访问这个互联网 才能够远程参与 而且你要能够经济可行 才能够真正的去参与 而且还有要可得可用的时候 才能访问 我没有参加所有的这个研讨会 我知道 这个会议它有它的主题 还有一些分主题 但是呢 我不知道 可能有些会议也不是主题 并不是那么清楚 我们这个万文网联盟呢 也说过一个提出一个新的这个联盟 包括我们这个这个经济可行 互联网联盟 那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参与这个运动当中 确保大家都能以经济可行的方式获得互联网 我是认为应该有一个研讨会讨论如何让互联网在经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能够获得互联网 普及互联网 有些政府正如其中其中一个发言人说过的 他们觉得这里面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益 没有什么好处 这和这个签订这个条约啊什么的不一样 好像并不能让他们能够有什么有法律效应的一些这个做法 所以他们对这个论坛也不重视 但是我们觉得呢 实际上这个比如说在我的这个国家里面 这个国家政府也是学习到了 他们要起到这个领导的作用 我觉得我们的组织方呢 做了很好的工作 我们也是过得很愉快 所以要感谢我们的主办方 也是希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这个会议 互联网呢 这个也能够对大家的价格更加低 更容易获得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Mary 那有一位先生 就是非常简短的说一下 不是WPC是万维网基金会 WTC实际上是一个技术性的这样的机构 而我们的这个工作 主要呢是一种这个 只是一种大家的联盟 刚才您讲话您是 对他是刚才他是W3C 是万维网的联盟 他和他和他我在的这个机构是不一样的 所以希望大家下次是不是都带着自己的这个牌子就好了 那么刚才那或者是带这个不同的身份吧 我来自尼日利亚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 我想感谢印度尼西亚政府给我这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非常感谢这个基金会 因为他们使得我们对于IDC 那么对于互联网的 互联网的治理的概念 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觉得 那么所有的已经有了火车的人了 他们也应该知道那些有汽车的人 他们想干什么 政府也应该使得 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资源 能够参加到这个印度网当中 我们在做这个融资的 融资的在融资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在筹筑资金的时候呢 也可以通过一些经济会 我们是来自公民社会 我们需要能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能够使得国际和国内的这个活动 能够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有更大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问责制 更多的责任 比如说我们谈到一个这个 多利益相关者的这个合作 那么多利益相关者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非常感谢你第一次能够在参加IGF会的时候 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 各位大家好 我要讲法语 好吧 我是Sebastian Sebastian 他的这个字母的首字母 是跟我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是来自法国 我主要是负责这个民族的治理 民族的这种治理事务的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把我的这个名字写在那了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首先 我们的中国朋友 刚才利用这个机会呢 用他们的母语发言了 所以 我觉得我们应该支持 而且应该鼓励 所有的人都用他们的母语来发言 因为有不同的语言 这就给我们一个更好的感觉 让我们知道呢 就是这是一个多语言的会议 而不是仅是英语 有一位发言人 他也感谢这个会议的组织者 他说呢 他说呢 组织得非常出色 我觉得 那么在外边呢 这个太阳高高地挂着 照得非常热 那么在 一个会议室里面 我们觉得 确实会开得非常好 这个会真的很棒 第三点我想说的 就是 有很多的讨论 都是讨论的 是多利益相关方 以及这个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的情况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做个总结 我觉得 我们的讨论 涉及到了各个方面 政府啊 技术人员啊 公民社会 好像是所有的都提到了 我希望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一个 更简洁 更综合的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非常有用的 最后呢 再感谢 再次感谢这个会议的这个组织方 好 现在好像有三个人吧 Marcus 我们好像是在四点半的时候 应该全部结束 我们像Pinda 然后Desire 然后是Sala 互相 我们在RGF呢 这个参加里边呢 应该有更多这个公司 那么万维网的联盟呢 也参加了今年的会议 我觉得我在参加这个会议之后呢 感觉好像有一点 让我感到有一点意义 有一点意外 那就是呢 我们在这个会议上 那么开会 在这个会场这个开会的时候呢 我们意识到呢 这个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个技术展示的一个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会议 另外呢 在非洲联盟呢 他们要也要召开一个类似的会议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看到的 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联盟 有很多的事情呢 是我们事先没有办法来这个计划的 但是呢 这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 来进一步发展这个技术 所以呢 我觉得到这里边 我们听到的 不仅仅的是听到了这个信息 不仅仅是听到 就建立了信任 同时呢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技术下一步 应该怎么发展 我叫菲利亚斯 这应该是我第八次参加IGF会议了 我觉得这次开得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感到非常自豪 那我能够参加了所有的会议 我也同意前边的这些同事们的发言 我们需要能够有长期的信任 在这个平台上建立更多的信任 但是也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也应该能够让更多的学术人员 也能够参加到这个平台上来 另外 我们应该吸引这些学术的人员到这里来 能够更好的把握 我们现在在不同的这个研讨会当中 讨论的这些问题 我另外还记得我们曾经谈到过 这个获得性的 网络的这个获得性的多样性的问题 我还记得 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 也提到了最佳做法 我想提个建议 就是让一些这些国旗的机构 能够有一个半天 或者是一个研讨会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们就可以好好讨论一下 这个在不同国家的最佳做法是什么 比如说在智利呢 他们的这些做法 这个是IGF应该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请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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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一说前面 尼日利亚这位先生提出来的问题 因为我们也是 主持了本届IGF 以及这个多利益相关方 临选流程当中 关于增加透明度和这个 问责制的这个过程 其中一个重要的利益相关方 他们的讯息都来了 他们提到的一个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必须要有清楚的标准 特别是这个定义等等 这些都要说得非常的清楚 还有呢 就是这个合理性 这个能力 包容性 民主 这个地理的多样性 和年轻人 这些参与都提到了 他们其中呢 也是说到各个这个技术团体等等 如果要这个往前走 要加强这个多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的话呢 我们不能够回避问题 必须每一个问题都要非常切实 清楚的去解释 怎么样去解决 谢谢主席 谢谢Sala 我交回给Marcus之前呢 我要感谢在座的 所有的各位参与今天下午的会议 参加这个自由发言的环节 特别是发言了的那些嘉宾 希望大家留下来 还参加这个闭幕式 应该也是 也会有一些值得一听的发言 但同时呢 也应该大家为自己鼓个掌 谢谢大家 我来这里呢 以为大家会对着我认这个西红柿 烂番茄之类的东西 不过没想到是这个反馈是这么的积极 那我也是同意大家 这个会议开的是很不错 真正的这个IGF的精神也是最好的一届IGF 我们也是从此前的会议当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 当然还是有提高的余地 但是我还是非常高兴 这个前面的这些一些评论 就是说我们确实是建立起了这样的一种信任 这种信任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时机 很多人说这个信任已经被打破了 在这样的时机 我们能够重新建立起这个信任的关系是尤为重要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 可以有这样的讨论 真的是无价之宝 实际上有很多的可能 其他的领域可能是很难开这样的一个会 而且我们这个讨论也是非常的成熟 多年来一直在 这个成熟都在不断地提高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雅典开会 我们有人做了个比较说是印度的结婚 说是个男孩碰到你还结婚之前 他们很害羞都没有说过话 就像那个情况一样 但逐渐逐渐的我们发现我们开始互相了解 这个我们是学会了互相的交流 像今天早上的这样的一个研讨 五六年前根本是不可能的 但是现在呢确实有了很多提高的空间 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发言 今天呢我们的会就要结束了 那我们明年会议的准备 明天就应该开始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我们很快要开始这个回顾的这个流程 从我们的这个在线的讨论开始 需要这个整个社区的一些参与 我们明年还会有这个明年二月还会有一个会议 是的我们有了提高 但是还有提高的余地 还可以坚意求精 我们尼日利亚的同事也谈到 接下来该做什么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不是一个条约会议 这本身我们的设计的目的也不是条约会议 但是我们在这个条约会议上 认识到有这样的挑战 我们因为当时很多的参与方 很多发展中国家提到过 比如说这个垃圾邮件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也是组织了这个会议 请了专家来讨论了这个垃圾邮件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条约相关的问题 但是大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 这个实际上是有一些链接 大家可以找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一些专门的这个机构 包括一些切实的解决方案 行动方案 一个参与方 刚才可能是Desiree提到 我们可能应该有一些会前的一些会议 包括技术培训 在这个正式的ICF大会之间做 我们一开始 其实并没有准备好有这些会议前会议 但是后来逐渐的像雨后春孙一样的冒出来了 很多一些是学术性的 比如说这个吉比特网络 所以这种技术的培训会议可以作为一个 他们的这个主席来参与 他们谈的不是政策 但是他们也参与 因为他们意识到这是 对他们来说跟政策决定者进行交流 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避免政策决定者制定 货物的法律或者政策 这一点很重要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动态 当然了 也有很多的关于这个组织方面的一些建议 我们谈到了 要有一些更加确实的有影响力的一些成果 我这个必须承认我们还只是在努力当中 还没有完全做到 我们希望能够组织这个会议呢 让我们能够有一些结论 但是很多问题确实很难出个结论性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多利益相关法的原则 这个意见差异很大 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的原则差异很大 但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讨论 还可以继续讨论 同样关于这个政府的角色 我们也是开始逐渐的求同存异 寻找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中间点 有一位这个发言人 说到他后来发现政府真的是有他的角色 可以扮演的 所以他也是比较晚的时候才发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其实呢 我们也觉得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 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他们应该是合作的关系 政府有他独特的一个角色 但他们必须共同的跟其他利益相关 合作让互联网能够正常的运行 好 接下来呢 那我们以后的就要谈下一次会议怎么样做得更好 下一次阿杰夫变得做得更成功 当然了像这样的一个我们讨论的模式 可能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比较对讨论友好的一个模式 可能最好还是一个圆桌形的才有更加的互动 这里我们有类似于这个全会的 因为我们后面是这个闭幕式嘛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个会议放到另外一个会议室里面 当然了这里有翻译我也知道 还有这个速记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呢 总归是有好处也有不利的地方 但总的来说我们的会议呢 应该更加强调互动性 但我觉得我们至少已经开始往这方面走了 我们已经开始不是做那种大稿的发言 而是有这种互动 如果说我们共同的这个方面做 我们其实这方面态度还不够强硬吧 我们这个顾问小组 我们不希望啊 都是一些大稿啊 发言啊 应该更加的互动 我也是得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反馈 一些短短的小会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馈 也许以后可以做得更好 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的互动性 还有呢 这个主持的这个水平 我们也是很重要 包括这个主持怎么引导这个会议 要有一个结论 能有一些回应 这方面呢 也能让我们的讨论更有意义 好 那我就说这么多 感谢大家非常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的评估六成 会在这个IGF的网站上 开始一段时间以后 开始大家可以在网上输入你们的意见 但是我们这第一轮的意见收集 已经很成功了 非常有价值 好 那我们休会15分钟 请大家4点30分准时回来参加闭幕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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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